Pamela說這裡的房子還是有很多人想要買 為什麼 我有問他為什麼 這邊房子不能移 我也有問他這個問題 不錯 好 問那個接待我的Pamela說到底這個問題怎麼樣 他說其實有些人根本不知道這附近有一個發電廠 就是那個 很多人買房子的時候只有看那個房子 不見得會去看周邊的房子 其實台灣也是醫療坦白說 我自己在高層就遇過一些那種投訴的案例 他跟我講他附近有很多臭味 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住的地方命運很好 那我花一點時間去那附近守衛一下 他後面根本就有石化廠 他都不知道 就在他們家附近 開車過去五到十分鐘就有 大家有時候只習慣往那條路進來 然後前面可以用亞洲星灣去 很漂亮 你沒有去後面巷子去繞 你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不能嘲笑人家 他們也搞不清楚 我們也搞不清楚 事實上真的有很多人搞不太清楚狀況 就買了 因為就是親信那個仲介的話 那當然他說有些人是知道的 可是預期這裡的抗爭人 是會把他趕走 所以呢就想要來撿現場 就是想要以後可以賺那個差價 他說也有人是這樣 他說這個房子其實不算便宜 當然跟那種 剛剛講什麼 老虎亞那種 是平衡的 但是不是真的那麼平衡 所以就很神奇 這樣的事情 然後就是在等著別人把店長趕走 自己不要做任何事情 這種人是真的有 好那這是他們的一個公園 這裡也是一樣 沒什麼人 等了很久才看到一個工人走出來 然後這個公園我們靠近以後 就發現沒有半個小孩 正來要做什麼 還要撿頭 就也沒有大人也沒有小孩 當然因為那時候我們去的時候非常熱 我剛好去那幾天 加州剛好高溫 熱到真的快要倒了 好熱 可能一方面也是熱 然後一方面好像說真的也沒有太多 家長敢讓小孩在那邊 哇 因為他旁邊真的就是電場 那個公園跟電場非常的近 非常的近 然後這個地方 因為他的電場的紀錄不太好 常常發生一些事情 空屋也很嚴重 那附近居民小孩氣喘很多 居民其實很早以前 這裡的居民比較有意識 一直組織起來 因為他們發生過太多事情 所以要他們走 可是電場不但沒有打算走 還要再擴大 那他們就有一個計劃 這計劃是個非常大型的除油計劃 然後除油計劃之外 還有一個油品的那個傳輸轉運的設施會蓋起來 如果這個計劃過的話 那他們就算過 如果這個計劃過 然後過 那時候就差了 一天啊 社區大概要增加100輛以上的重油的車子 大家可以想像那個 那個污染的恐怖 就是說不是只有那個設施蓋起來有進來而已 因為這樣帶來的交通污染 台灣我們常常在算工業污染源交通污染源 我們也在空屋檐講的時候都提醒大家 所有的交通污染源裡面都有一部分跟工業有關 它不是真正的交通污染 就是移動污染源裡面一部分交通污染源 其實是因為工業而帶來的 所以是因為台灣那樣計算的關係 我們會覺得說好像工業污染那麼多 其實它附帶的這種污染源 我不知道大家聽不懂我的意思 因為這些貨車是因為這個工業源而來的 不是因為其他的 我們要買東西那個貨運的關係而來 所以其實這種增加的 這種叫做什麼 柴油廢棄 大家知道吧 比PM2.5更早一年就被公佈為一級自然物 其實這個污染真的很可怕 然後如果這個計劃過的話 以後會增加很多船 是輸送油的 也會增加很多鐵路 剛剛講的那個很長的車子 這樣的運輸很有管線 就是我問他說他們的油要怎麼運 他說三種都會油 所以是一個非常大的計劃 那個案子如果過 據說啦 灣區那裡的一大堆的這種 輸配油啦 除油啦 發電什麼的 就要靠這個電廠 而這個電廠已經是蠻舊的 他們希望它離開 所以呢他們就 地方有一個團體 Pittsburg這裡有一個小小的組織 一個NGO 他們就結合我剛剛說 我去訪問的那個GCM那個組織 就要來做一點事 做事之前一定要先 收集一點QQ 你捐一點我捐一點 因為他們要做什麼 他們要做空氣污染的監測 我剛剛有請我們的阿兒 發給大家空氣污染 那麽間摺 你也說